蛋仔好图推荐 侏罗记狂想 哇 这太酷了 竟然可以看到这么多恐龙啊 大家可以点赞关注一下 我们马上开始 好的 一上来是经典船呢 我们的看见船被不明生物袭击了 然后我被冲到了这里 哇 这个水面做得很漂亮啊 波光淋淋的 我们继续往前走 就可以看到一条很窄的小路 仿佛这条路后面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哦 一些非常简单的小跑酷 只想快点看到恐龙啊 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会出现 到达山的内部看来已经没有路了 那我们只能爬山了 哦 前面我好像看到很多恐龙 这里应该就是侏罗记的入口了 这也太酷了吧 我第一次在蛋仔里玩恐龙地图 感觉场面十分的震撼 来来来 先拍个照 然后我们跳下山谷 开始正式冒险 咦 这个龙的尾巴感觉挺危险的 不会一下把我捶下去吧 我们要小心一点 不知道有没有那种行动特别敏捷的恐龙啊 比如那种迅敏龙 行动就十分的敏捷 对我们来说绝对是个威胁啊 这边的木头是灰下沉的 必须快速通过 两边全都是沼泽地 稍微有一点点难度 咦 这里好像可以弹跳 哇哦 竟然可以站到恐龙的背上 哪个小伙伴知道这是什么品种的恐龙呢 过了沼泽地前面有几个这种弹簧 看样子是继续让我们往山上跳 这里到了半山腰处 我们就可以坐缆车了 哇塞 这也太帅了吧 整个山谷全是恐龙啊 场景做的是非常的震撼 这作者真是个大佬 哎 山下好像有一个木筏 顺便呢还捡了一把弓 虽然不知道有什么用 然后我们乘着木筏 向下漂流进入山谷的内部 这里可以看到更多的恐龙 真的太帅了 右边是霸王龙和雷龙 左边是三角龙和剑龙 太震撼了朋友们 推荐去亲自玩一玩体验一下 这边的蘑菇用弓箭可以射掉 但具体什么作用就不太清楚了 大家看这些恐龙非常的雄伟 看得我都有点巨物恐惧症了 甚至飞行的翼龙都做了出来 作者真是十分用心啊 给作者点个赞 再往前走的话 等着我们的是很长的传送带障碍 难度倒是并不高 但是沿途有很多的滚石啊 山崖啊这些 也是比较容易失误的 一定要注意一点 还有一些地方感觉没有路 其实是可以上去的 多注意观察 看清楚一些就好了 比如这里感觉是个悬崖过不去 但是把树砍掉 路就出来了 前边两侧的销毁 一定要注意 还好它的路不是很窄啊 耐心一点轻轻松松就可以过 这边我们挑上石套 让锤头龙一下把我们顶到悬崖的另一侧 好家伙他头上那么多刺 不会把我顶废了吧 哦过来了 还好四肢还算健全 前面是一个很简单的小吊桥 这个是一个霸王花 热气腾腾的 隔着屏幕就感觉它非常的臭 不过呢 它可以把我们弹到雷龙的身上 哇塞 站在恐龙背上的感觉十分奇妙呀 看这个霸王龙 做的霸气十足 可以说非常的还原 前面有一只三角龙 看起来是个龙妈妈 我不是有意踩你的蛋的 你可不要生气啊 别顶我就好 踩下前面的几块石头 我们就可以看到巨石镇 绝了 这简直做的唯妙唯肖 我直接给作者打满分 那么最后一部分 我称之为冰河时代 那么大家都知道 恐龙在六千五百万年前 就已经灭绝了 那么在冰河时期 有哪些动物灭绝了 有没有小伙伴知道 答案是剑齿虎和长毛巷 好的 过了这里 本图就算通关了 前面是我们的救生船 那么最后我们面临两个选项 一是告诉人类 这里有恐龙 让科学家来做研究 二是就当这里什么也没有 让这个山谷永远成为一个秘密 那么我们选择第二个 选择第一个的话 后果有点严重 我可不想再试一次了 大家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 OK 最后我们坐到一龙的背上 俯视全岛 最后一次欣赏一下 这个难得一见的风景 这张图可以说 做的十分的精良 难度也十分的适中 非常值得一玩 好 那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